Renderforce.com 陈敏之被利用?原来唐文龙与他在一起另有目的 《唐新风宝3》的主要角色差不多全出来了,最新一集将会迎来陈敏之的感情对象唐文龙是Nick,不过看来他一出场已经让观众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首先在《以爱》的聚会上,有人说出Nick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蛊惑人,在公式上做出不少艰险手段,但在私底下又装好人,所以不少人恨他恨到入骨。 唐文龙这次是隔11年重回无限拍剧,以往通常都饰演男主角,唐文龙被安排拍摄重头剧《唐新风宝3》,这次就只能以男配角身份登场。 现年48岁的他,样子外形已经好像全盛时期一样,相信仍然能迷住一众女性观众的心。 在剧中他在晚上会兼任教授教夜校,原来真实中他也有真材实料,在美国拥有一个服装设计博士学位,难怪在课室教书四模四样啦。 至于Nick这个角色,其实将会见到出之,在剧中左右逢源,不仅跟小三陈敏之有激烈闯戏,日前,他还拖住大波胡林和女儿在弯仔行街,竟巧与小三陈敏之,他立即温馨向老婆献吻,连胡林的电视剧出本都拿了,真是艳福无边。 首先他会加入曲唱旺集团做行政总裁,搞风搞雨。 他是一个已婚之夫,亦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,但他守不住以爱的勾引,让以爱成为第三者。 本来如果真是两情相悦,背住老婆偷食虽然事件,但未见到极点,但原来Nick是有心玩弄他的感情,而且是得到自己妈妈,苗可秀饰演的水水,尚未登场,是下雨的旧情人,等允许,就是想破坏皇家,认真毒辣。 现年47岁的唐文龙,便往外闯后,但他一度试过在北京九个月无公开,人生跌至谷底,幸好中挨过意境。 唐文龙的帅气里隐藏着一种特殊的味道,他可以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日龙,可以是四大鸣鼓里的布头,还可以是绣花鞋里的沈轩白,总之,他的身上充满了神秘。 唐文龙重道24年,在1993年出演了个人的第一部电影《白玫瑰》。 第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粤语专辑《唐文龙》,以歌手身份进入演艺圈,同年,唐文龙出演了个人的第一部电视剧《新少年舞组》。 2000年出演了时装爱情剧《十月初五》的月光,又名《澳门街》,在剧中饰演《澳门黑帮头子金盛》。 2005年,唐文龙获得无限38周年台庆飞跃进步难艺人的提名。 2006年,唐文龙在都市情感剧《人生骂戏团》中担高男主角。 近年来,唐文龙在腾讯自至情爱网络剧《珠三纪》饰演用情不装的花花公子高米。 2014年,唐文龙接拍了电影《别让我知道你的秘密》。 在小编眼里,现在看来,唐文龙的出众外表,精湛演技,使他成为了真正的杀手龙。 因为网评唐文龙是新一代的少女杀手,施奶杀手。 但令人不解的是,如此优秀的艺人,竟然一直沉在二线。